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Speed of Airflux 就是射流速度 射流速率 好,Airflux 射流速率 好,他要讲这个讲什么东西呢 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器皿 里头装一个容器 里头装了水 或者是某一种的液体 这个液面在这里 它的盖子盖起来 上面有pressure 是P pressure P 这里头都是水 然后我们在这个 底上面挖一个小孔 很小很小的孔 挖一个小孔 那这个水就会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水就会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这个速度我们就称它叫做 射流速度 Airflux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Airflux到底等于什么东西 好,我们 假定 这个里头的水 已经 开始流了 它已经是一种 稳态 OK 只有稳态 我们所学的这个 一些的原理 只有稳态才能用 好,现在我们就取 这个地方取一点 这个地方取一点 然后一点取在这里 这个算第一点好了 这个算第二点 第二点 好,第一点的pressure P1就等于P 第二点的pressure P2呢 因为它是暴露在空气里面 你做一个洞嘛 外面是空气嘛 所以它就是大气压 atmospheric pressure 这个要写这样子 PA 好 那么 好,那现在我们 看这个速度 V1 好,这个地方的速度 小孔 这个地方的速度 我们假定是V2 V2 好,这个界面积呢 是第一点所在的这个界面积 叫A1 那这个界面积 A2 我们假定 这个地方的高度 好,这个高度 这第二点 我们假定 Y2 等于0 好,这个是 Y1 那如果这个高度 V2是H的话呢 那就是Y1 等于H 好 现在我们来 Apply Bernoulli's Equation 我们还是要讲这句话 好,假认 假设 流体 为 稳姿态 那我们应用Bernoulli's Equation 把P1 加2分之1 RhoV1平方 加上RhoGY1 要等于P2 加2分之1 RhoV2 square 再加上RhoGY2 那我们现在把那些数据都带进去 P1就是P OK 好 加上 我们把这两项 我们把这两项 我们先写好了 这RhoV1平方 Rho1就变 Y1就是H P2就是PA Atmospheric Pressure 好 这个是2分之1 RhoV2 square 这个是0 因为Y2是0 好 Y2是0 好 那现在 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由 连续方程 我们这里假设 A1 远大于A2 水桶的面积这么大 一个小孔 一个小孔 那个面积 比A1要小很多 好 由这个方程 A1 A1 V1 等于A2 V2 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V2 A2-V1 要等于V2 比上V1 要等于A1 比上A2 比A2 好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 干脆倒过来一下 好了 倒过来 我用 用这个 V1 比V2 变成A2 比A1 这个 圆小于1 圆小于1的话呢 那我们说V1 那我们说V1就圆小于V2 这一下比它小的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放在一起 那它围不足道 可以忽略不计 那因此我们就说 二分之一Row 所以 二分之一Row V2 平方 可忽略不计 因此我们就得 二分之一Row V2 平方 二分之一Row V2 平方 要等于 P1 减掉 PA P1减PA 加上RowGH 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柿子 我们把这个柿子 先摆在这里 如果说 我们看两种状况 第一种啊 就是这个有盖子 没有盖子 若容器 不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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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结果呢 就是它的P 要等于PA 不加盖 是暴露在空气里面啊 P就是PA啊 那么这个柿子呢 那一是 变成 这个样子 就是二分之二分之一 Row V2 Square 要等于RowGH 这个就是零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 它就有V要等于 于是 于是我们就得V2 就是那一点的速度 它就等于 根号 RowGH 根号RowGH 这个数字 很有意思 这个数字就是什么 就是 当你在这个高度 摆这个 就是说水滴 从这个地方 自由落体 落下来 落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啊 它的速度正好就是这么大小 就是这个大小 OK 好 那么 这个速度我们称它叫做 涉流速度 涉流速度 这个叫 称为涉流速度 速率啊 不一定 孔要开在这里 你开在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你开在这里 距离这里是H高的话 那么这个流出来的速度啊 也是 根号RowGH 好 现在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容器不加钙 容器不加钙 那么一般的我们说 容器如果加钙的话呢 有意识里头 这个已经讨论完毕了 我们有意识 有意识 我们可以得这样的一个 如果容器 里面有盖子的话 那它不是有 有pressure吗 对不对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若P 远大于 PA 如果我们在这个里头啊 这个里头 密闭的 把压力加得很大 压力加得很大 让P远大于 PA 如果P远大于 PA 若这个远大于 PA 使得这个 使得 P 减 PA 要远大于 二分之一 Row V2的 V2平方啊 这时候 则 这一项可忽略不计啊 那只有这一项 那就是 远大于 PA 那我们就可以得这个 我写 我写错了 这个地方说 这个远大于这个 Row GH 远大于Row GH 这个压力 压力差远大于这个 这个 这个 未能密度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 二分之一 Row V2平方 要等于 P 减 PA 我们写着 妈妈糊糊等于它 好 于是 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 得到V2 V2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两倍的 P 减 PA Overall 这就是它的速度 那就是你这里开 底下开一个孔 它喷出来的速度是这个 你这个压力差得越大 喷出来的速度就越大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般玩具的水火箭的原理 这就是玩具 你把宝特瓶里面装了 差不多半瓶的水 然后里头啊 把空气灌进去 让这个空气压力 里头的空气压力很大 之后它从宝特瓶那个 塞子里面开一个小孔 水就从那里冲出来 这个宝特瓶就会飞出去 你把它做成火箭的形状的 那么它就是我们一般常用的水火箭 水火箭 好 那么这个玩具火箭就会冲出去 会冲出去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它的 它的thrust是多少 推力 水火箭的推力 thrust 它是等于V2 本来是relative velocity of dm over dt 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它的thrust velocity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因为它的玩具火箭是这样的 我们画一个火箭好了 V V OK 这个V是向下 向下 所以它是等于负的 Y 方向 乘上V2 好 dm dt呢 就是这个里头的水啊 会 会慢慢的减少啊 那么它 减少的量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是跟 这个有一个 写负号 Wall 密度 乘上 这个地方的 乘上这个 喷出来的 体积 喷出来的体积 我们就写这个 就写A 本来是A2嘛 我们就写A好了 A好了 A 然后V2 dt 这个跟我们 到Bernard's Equation里面 那一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Tuber Flow 也用过这个 就Dm over dt 不过这是负的 因为 它的Dmdt 在这一项 是个负的 你 这个是 整 火箭本体质量的增加率 它是个负的 所以 负负得正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它 写成 Y Rho A 然后V 2 Square 这里一个V2 这里一个V2 V2 Square V2 Square 是等于这个平方 Rho跟Rho 约掉 所以呢 它就等于 我们这里 加一个这样好了 写一个这样子的好了 都用向量来做好了 所以它这个就变成 往Y的方向冲出去 Rho跟Rho约掉 所以它就是 Y乘上2A P P 减掉 PA 这是玩具火箭的推力 推力 那推力我们就发现呢 你这个 压力差越大越好 里面的压力越大越好 还有它跟这个孔的面积也成正比 成正比 OK 那么这个是 我们看的这个 玩具火箭 底下我们也做一个立体 假设 假设这里有一个大水桶 很大的水桶 那么 它呢 摆在地上 这是它的水面 水面 它的高度 它全部的深度是H 我们现在在这个 水面下 小H深的地方 开一个小孔 开一个小孔 那水会从这个地方喷出来 这个速度就是射流速率了 然后这个水喷出来以后啊 它受地心引力呢 它会射到地面上来 我们现在要问 它的水平射程是什么 射到地面的时候 水平射程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R 求R 这等于一个抛射体的问题啊 抛射体的问题呢 它是一个 二度空间 的运动学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呢 把它用两度空间 就是运动指点的 在X轴 Y轴的 两个 方向的分量 来看 这个算X 这个算Y 好了 这个算是零 OK 算是零 好 现在我们 就看它这个速度 速度 出来 好 我们说这个V0X 就是等于射流速率 等于 2GH 那么 因为这个速度是水平射出来啊 所以它的V0Y呢 就是零啊 就是零 位置呢 X0等于什么呢 X0是零 X0是零 好 Y0等于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是H 减掉小H 大H 减掉小H 然后加速度 AX是零 水平分向没有加速度 Y方向的加速度是负极 所以我们都把它分成两个分量 然后用这个 这是等加速嘛 用等加速运动公式来计算 我们首先看 它Y方向没有加速 这个 我们看它 Y方向 它从这里自由落体掉下来 总共要多少时间才到地面呢 那我们就用等加速 Y方向的这个公式来做 水住 落地 落地的时间 我们计算这个 好 我们由 Y等于Y0 Y等于Y0 加V0YT 加1 2 AYT平方 好 这个Y在哪里呢 Y就是它落地了 落地这就是零啊 Y0 Y0就是我们这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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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写的 它的T是等于根号 两倍的大H减小H 被G来除 这是落地的时间 好 那么它的水平射程 我们就可以用 X方向的等加速运动的 公式来做 我们求水平射程 求水平射程 好 我们由这个X 等于V0X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全了好了 好 这个地方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所以它就是等于 等于 我们这里的V V0X 根号2GH 乘上T T就是这个 好 把这个G跟G约掉 好 这变成两倍的 根号 H 乘上 Capital H 减H 好 那么 就可以算出来 好 底下我们算一个 水火箭的一个 水火箭的一个题目 这边是Air 它的压力是P P OK 好 一个水火箭 它里头的压力啊 P是等于 两个ATM 两个标准大气压 那么我们现在假定 喷水孔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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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定 它的面积是等于 A是等于 0.5个 Centimeter Square 我们现在要求 求 喷水孔的 射流速度 第二个 水火箭的推力 求这两个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 看一下 水火箭的射流速度啊 我们已经有了 前面有了 A 射流速度 好 V要等于 我们刚刚导出来的 两倍的 P-PA Overall Overall 那么 P-PA 是等于 两倍的ATM 减掉一个 一倍的ATM 就等于 一个 大气压 好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是 10的三次方 公斤 per meter Q 我们把它 带进去 这个呢 它是等于 1.013 乘10的 5次方个 Pasca Pasca就是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我们为了 好记忆起见 我们就 慢慢呼呼 V等于 1个 等于 10的 5次方个 它是等于 这个好了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V算出来 V就等于 它两倍 乘上 2 乘10的 5次方个 Pasca over 10的 3次方 公斤 per meter Q 把这个算出来 差不多是 每一秒 有14公尺 每一秒14公尺 那么这个速度算不错了 喷出这个速度来 火箭可以向前 飞的 蛮远的 好 那么推力 推力 我们 已经 差掉了 推力 我们说 F呢 是等于 两倍的 A P 减 P0 刚刚导出来的 那么就是 2 乘上 面积 它0.5个 centimeter square 它就变成 四次方个 meter square 然后乘上 10的 5次方 P P就是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 一层 就变成 Newton 所以这个是差不多是10个 牛顿 10个牛顿 OK 好 这个是 我们看这个speed of iflex 底下我们再来谈一个叫做 ventuary tube 文图里管 ventuary tube 这个 也是常用的 日常 常用的 ventuary tube 我们看一个水管呢 是这样子的 这边很粗 然后呢 当中有一段 很窄 很小 水从这里流进来 从这边流出去 我们假设它已经在这个 稳泰了 稳泰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我们在同一个水平这里 这里选一点 这里选一点 各选一点 那么我们假设 这个地方的流速 v1 这个地方的流速 v2 v2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我们称它叫做p1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是p2 这个地方的接面积 a1 这个地方的接面积 a2 我们假设 流体为 这个 这个等一下 这里我 等一等我还要加两条水管 好 我们假设 管内的流体已达稳泰 已经到稳泰 那我们就可以用 Bernoulli's equation 好 那么p1 加二分之一 rho v1平方 加上rho gy1 要等于p2 加二分之一 rho v2平方 rho gy2 你如果在这里 你如果在这里 设一个 y等于 的一个level 我们发现 这个y1 跟这个y2 是相等的 相等的 所以y1 等于y2 y1 等于y2 然后呢 我们有 有这个a1 v1 等于a2 v2 由 equation of continuity 我们知道 v2 比上v1 要等于a1 比上a2 因为a1 比a2 大 a1 大于a2 所以 v2呢 所以 v2就大于v1 v2大于v1 我们说这个 如果这两个 相等的话呢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p1 那这个式子就剩下p1 加上 2 分之1 rho v1 平方 要等于p2 加2分之1 rho v2 平方 因为这两个高度啊 一样 等于我们会有一些 装置啊 它弯弯跟外图其实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的话呢 这个高度差 rho gy rho gy v2 v1 要比这两项的差 小很多 也可以忽略不计 还是只写出那两项而已 好 那么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好 这个 比它小 好 比它小 好 这个量加一个小的量 等于 这个量 加一个大的量 可见的 v1 小于v2 所以啊 p1 要大于p2 大于p2 那么 也就是说 在 粗的水管里面 流的水啊 它的压力比较大 水压比较大 水管越细的话 它的水压越小 好 如果说 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啊 那 你就会 知道 现在 比如说你 盖了一栋房子 要从 马路里面 接水管 进来 接水管 进来 比如你家 住在 大楼 好几层楼 以上 接个水管 到你家的浴室 好了 这个也是 接水管 到浴室 那自来水公司 问你哦 你要接 比较粗的 还比较细的 粗的 比较贵 细的 比较便宜 他告诉你 不要贪便宜 还是选 粗一点的 因为粗一点的 它的水压 会比较大 你瞎瞎 它不是 不是这个水管 是从 马路 接到你家里头 来的 算这一段 这段有 粗一点 有更细一点的 你情愿 多花一点钱 接个比较 粗的 进来 你看 粗管子 跟细管子 将来 它这个水 水面 这个倒得比较高 这个比较低 那就是说 你的水龙头啊 如果装在 这个地方的话 水龙头 装在这里的话 这个水龙头的水 流量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那现在我们来 看一看 把这个先画掉 假如这个是 H1 水面高 这个水面高 H2 我们看看是 H1比较大呢 还是H2比较大 水在这个地方流 那么P1是要比P2 要来得大 P1比P2 pressure要来得大一点 那这个P1 那这个P1如果比P2 大的话呢 那当然 它这个 从这里下来的水啊 那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到这里的这个 这个H 一定比这个地方 到这里的这个高度 要来得高 要来得高 因为它这个 这边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那么它这个 pressure 这个pressure呢 要比这个大 那这个pressure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Mg 这个pressure我们可以用 用这样子来看 这个上面是pa 这个上面也是pa 这两个都是pa 这一面的 atmosphysical pressure 所以那个P1呢 我们说P1 减P2 P1减P2 我们可以 我们先写这个好了 我们说P1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等于 用pascals law来讲 它是等于 rho g h1 好 P2呢 是等于pa 加rho g h2 rho g h2 好 我们把这两个 减一减 这两个式子减一减 P1减P2 要等于rho g h1 减 h2 因为p1比p2大 这个是大于零 p1比p2大 所以h1呢 大于h2 所以这个水 这个水面会比它高 如果哪一天 夏天大家都在用水 水流速度变大了 水流速度变大了 它的压力就变小了 压力一旦变小 你这个水面会下降啊 它也下降 它也下降 它可能降到 水龙头都没水 但是这个水龙头还是有水 那就是说 你装的如果是比较 粗一点的管子 对你会比较有好处 还有就是 你看我们有一种 以前的旧的时代里面 我们要放那个沙虫液 那是沙蚊的 沙蚊子的 不是像现在用喷的 它那个时候就是用一个机桶 它就是一个 机桶 这个地方的嘴很小 很小 里头呢 有一个活塞 活塞 这里有一个靶子 你活塞一挤 这个气流就从这里出来 它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装 消毒 装这个灭纹液的罐子 里头有这个灭纹液 灭纹液 OK 这样子的 当然这边是连在一起的了 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好 那么当你这个 从这里往这里推的时候 那这个气流跑得很快 气流很快 这个速度很大 这个里头的速度等于零 那我们就看这两点 看这两点 这两点 我们就用刚刚那个 那个式子 P1加二分之一 Rho V1平方 要等于P2加二分之一 Rho V2的平方 这个高度H妈妈乎乎不算了 因为它差很小 所以你这个 我们假定这个是V2好了 是V1好了 那么V1远 这个等于零了 这根本就是零了 那就说V1远大于V2 这个很小 所以P2就大于P1 这个压力 P2比这个压力要大 所以这个压力就把这个 液面往下压 这个液体就从 出去 流到这个地方冒出来了 冒出来被这个快速的 这个空气一吹 一打击 就变成雾状 所以它这里出来的 就是一团雾状 一团雾状的这个 沙虫仪 OK 这是以前我们常用的一种 好 现在我们来看 飞机的流速 飞机的速度 我们怎么去算它 飞机的速度 我们怎么算它 我们可以啊 用一种 这样的一种 就是测流体的速度 测流体的速度 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这个管子里头 有 有某一种流体 水好了 水在这个流 测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怎么测它呢 通常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U形的水银管 装水银的管子 在这里 这里头装了Mercury 这一点的压力 我们算是P1 这是V1 V1 这个外面的 这个里头的空气 不动啊 不动 那么就说 V2 等于0 那么这个地方的 pressure呢 就是P2 这个里头装的是Mercury 水银 里头装的是水银 这个时候两个背上的水银柱会不一样高 水银柱会不一样高 我们从这个水银柱的高度差 我们就可以量出来 高度差 可以知道这个V是多少 这个还是用刚刚这个式子 Bernoulli's Equation 我们先用 Bernoulli's Equation P1 加二分之一 Rho V1 这高度差就不要算了 高度差就忽略了 等于二分之一 Rho V2 Square 现在V2等于0 V2是0 所以我们就有 P1 P2 减P1 等于二分之一 Rho V1 Square V1就是这个速度 我们假定这个叫做V 这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Rho V2 我们再应用 这是用Bernoulli's Equation 我们现在有Pasca's Law Apply在这里 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一点跟这一点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两点的压力是一样 因为它同一个水平 而这个已经不在动了 所以我们说这边的压力呢 就是P1 加上Mercury 的质量 乘上H 要等于这一边的压力 这一边的压力呢 就是 P2 就等于这个 P2 好 于是我们就得 P2 MinusP1 要等于Rho Mercury 乘H 好 我们把这个 第一式 跟第二式合并 或者第二式带入第一式 二式 二式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二分之一 Rho V Square 要等于Rho M GH 所以V 就等于 根号 二 Rho M GH over Rho 你把这个水平柱高度 读出来 这水平的密度 这个就是空气的密度 你看你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水的话呢 就是水的密度 如果这是空气的话 就用空气的密度 就可以算出这个流体的速度来 算出这个流体的速度 那么这个 我们测量这个流体的速度 是用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一般飞机上用的呢 通常它是把这个做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管子 做成这样子 好 这个管子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大管子 大管子 直接通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开口 一个小管 小管子从这个大管子的管壁里面 穿过去 大管子里钻一个 钻一个孔让它过去 接这个管子 OK 好 这里头装了水银 然后这一端就漏在空气的外面 所以它这个气流啊 是这样子流 气流是这样子流 这边的气流流下来 这边的气流流过来 气流是这样子流法 好 现在我们要量这个地方的速度是什么 量这里的速度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这里看 这一点 这个地方是空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圆的 当中虽然有个管子插过去 但是整个管子还是通这里的 这个地方的速度 我们讲的V1等于0 因为它是一个stagnation 所以它的pressure就从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pressure就是P1 这P1 这P1很大 好 然后呢 我们 再看 在这个地方我们开一个洞 开一个孔 好 这个地方的V V就是V2就等于V V1 然后这个地方的pressure 叫做P2 这个地方的pressure是P2 我就把它写到这里 这个是P2 然后它速度是V2 然后P2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弄错了 这个弄错了 这个是P2 从这个地方来的是P2 这个P1是从这里头来的 P1 于是这个里头的水银呢 因为P1比较大 所以呢 这边比较低 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高 OK 好 我们还是用 Bernodic's equation P1 加二分之一 rho V1平方 要等于P2 加二分之一 rho V2 square 好 V1 V1 V1等于0 V1等于0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大 所以它就是P1 减P2 等于二分之一rho V2 square 其实跟那个一样了 最后的结果是跟那个形态一样 然后我们再apply Pasca's law Pasca's law 到这个管子里头的水银 由Pasca's law 我们可以得到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它的压力是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得到P2 所以我们就得到P2 P2加上rho MGH 要等于P1 所以P1-P2 要等于Rho MGH 然后我们把它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第一式 好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到P2 我们就得2分之一 Rho V2 要等于Rho MGH 我们仍然可以得 两倍的Rho MGH over Rho 它不是直接把它装上去 它是外面有一个 这样的管子露在外面 外面的管子露在外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跟那个一样 这就是Bernold's equation 它的应用 那么我们看 我们的飞机翅膀 飞机的翅膀 通常你在侧面看它的破面 都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呢 那就是假设 它往前飞 它就看到空气的气流 是这么流过来 我们假设这个气流 已经到达稳态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 气流就会往上流 这个也是往上 然后这个往上一点 然后这个往上一点 这个 等一下 那么我们看 这个好像一个流管 这个地方比这里啊 面积差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速度跟这个差不多 跟这里差不多 但是这里的管的面积 就比这个大 面积大的地方呢 速度小 速度小 那么 但是速度这是一样大的 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 是一样大的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啊 它速度变快 所以它的pressure变小 这个地方的pressure就变大 因为这个速度比它小嘛 这个速度 v1 v1 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 v1 通常v2 v1小于v2 所以呢 p1 p1 p2 那就是 p2 那就是 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得到 所以飞机下方的这个压力啊 比翅膀上面的压力要来的大 因此飞机在飞的时候 空气就会让它浮在空中 这是很著名的一个现象 那么其他的就是 各位回去也可以做实验看一看 如果你有吹风机的话 我们吹头发的吹风机 你找一个这个孔是圆的 它会喷出空气的气流 是这样子 气流 你把一颗乒乓球在这里 你发现这个乒乓球 你发现这个乒乓球 它不会掉下来 它会在这个地方 它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随便画几个好了 它就在这个地方 上上下下 有时候想跑 歪掉会跑 但是又被推回来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 你这个气流 经过这里的时候 这个比较快了 气流 它周围有很快的气流 那旁边的压力呢 旁边没有速度 这个气流没有速度 所以它这个pressure 就是会比较大 pressure比较大 OK 如果你往这边跑 这边气流快 这边 比如说你跑出来 pressure比较大 它没有气流 速度等于零 所以又把它推回去 所以不管你是往哪一边跑 这个压力都会把你推回来 你回去可以用你的吹风机 来做一做这个实验 OK 好 那我们流体动力学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